老师 这个事情不好记得 要慢慢来 第一步是要赚钱 只要把钱 阿凤 去开门 请问你们找谁 孟同志 孙老板 周同志 你们好 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我的女儿孙凤啊 阿凤是个演员 演技蛮好的 这个 你们要不要坐一坐 对 不用了算了吧 现在市里 决定向你们厂提供帮助 准备给你们厂提供低息贷款 和平价原粮 什么 低息贷款 平价原粮 不过有个条件 生产出的面粉 由国家统一调拨 平价供应市场 当然当然 谢谢 太谢谢了 这个自古以来都只是听说 政府盘剥私人 没有听说过政府帮助私人发展的 这辈子啊 我是更劳共产党了 孙老板 那我们现在去趟工厂吧 已经第五天了 工人们都在那儿等着呢 还要去啊 不晓得那些工人 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孙太太 我们会负责孙老板的安全呢 毕竟拖欠工资的是孙老板 解铃还需继铃人 孙老板不去算怎么回事啊 对对对 阿冯啊 把我的媳妇拿来 大家请放心 这几天 孟队长一直在向政府反应 请求政府的帮助 政府是不会不关心大家的疾苦的 大家有什么事儿 可以先对我说 大家这是怎么了 有什么想法就说出来吗 我们不跟你说 那天孟队长 是中午的时候 给我们说定五天的 今天就是第五天 我们在等那个时候 你想干什么 我们被国民党骗过 被资本家骗过 我们不想再被骗了 行了别害他说了 一会儿时间马上就到 时间一到 咱们大伙都打在办公室闹 реб 快快快快 眞机要回来 你们可不要干出 违罚乱纪的事情来啊 这还没到中午的 Claudia 快去看看孟队长回来了没有 好 孟队长 快 孟队长 怎么了 到第五天了是吧 好像还差一点吧 不过没有关系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政府考虑到 我们厂里的具体情况 为了支持生产 决定邮银行 向我们提供低息贷款 和平价原粮 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生产了 我知道 现在大家最关心的 还是工钱问题 在来的路上 我跟孙老板也已经商量过了 现在想要把拖欠 大家几个月的工资 一次性补发期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要以食物 先发一个月的 也就是说 生产出来的第一批面粉 每人先发两包 抵一个月的工钱 不行 不行 凭什么只发一个月呢 那下几个月子怎么办呢 人民政府听人民的声音 有什么意见 大家一个一个地提 孟同志 人家都说共产党是穷人的党 我倒看着 你们怎么站到资本家那边去了 解放前 国民党剥削工人 资本家剥削工人 共产党来了 怎么也和资本家坐在一起 剥削我们工人哪 他有困难 你们给他贷款 给他平衡原谅 而我们呢 我们几个月没有发工资了 我们那死活谁管 谁管 谁管 共产党管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 工人的死活 当然由共产党来管 可是该怎么管呢 就拿咱们厂来说吧 劳资方有矛盾 但是你们有共同的利益 这个共同的利益 就是要恢复生产 只有恢复了生产 工厂才能够盈利 孙老板才能够赚到钱 这样你们才有工资可发 如果我们把几个月的工钱 一次性地发放了 那么国家的贷款 很快就会用完了 那我们怎么恢复生产 如果不能恢复生产 就算你们这几个月拿到了工钱 那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不行 谁敢保证他不会又把钱转走 得让他一块发 哪怕多发两个月也行啊 孙老板 给大家表个态吧 请诸位放心 政府对我这么好 我要是再做对不起大家的事情 我就去巧克力饭店 你怎么办 孙老板 不用发这么狠的事 官员兄弟们 这样吧 我们成立一个劳资协调委员会 一方面 协调劳资双方的矛盾 一方面监督工厂的生产 预防资方抽走资金 监督他们按时发放工钱 这样大家可以放心了吧 公人弟兄们 公人弟兄们 我知道大家的要求 仍然没有满足 而且大家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但是我们的政府刚刚成立 国民党还在给我们搞破坏 我们的困难还很多 我希望大家能够顾全大局 和政府同心同德 一起度过这困难的局面 我相信我们以后的日子 会越来越好的 我相信这一天也不会太远 请你们相信我们工作队 我们是不会欺骗大家的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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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干起来吧 要不然真的没饭吃了 公人队现在只是暂时受回了药权 我发现大多数人还是没有想通的 咱们要马上进入到工人中间去 来 大家赶快开个会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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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凤 阿凤 饭水好了没有啊 烧几个好小菜啊 回来了 相本 回来了 今天我饿了 烧好小菜 怎么能烧好小菜呢 要是给工人看见了 那可怎么办 又要炒了 有什么关系啊 他们还敢炒啊 我都给他们发工资了 对他们蛮不错的蛮 告诉阿凤 弄几个好小菜弄瓶老酒 今天晚上我要一醉放休 什么事情这么开心 你真的不晓得 共产党是真帮我 我们的工厂 现在像个工厂的样子了 那可就太好了 我最怕工人来炒了 去除处吧 到哪里去 我去帮帮阿凤啊 坐下坐下 坐下坐 我不是跟你讲过很多次了吗 煮饭烧菜的事情让阿凤去做 又不吃力的 我空着也是空着 我说不行就不行 要他在家里白吃白喝 什么事情都不做 要我像祖宗一样供劳他 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饭菜已经做好了 马上就能开饭了 阿凤啊 你爸爸刚才说的话都是瞎讲的 别往心里去 我怎么会瞎讲啊 我告诉你阿凤啊 当年要不是我和你妈妈 把你从孤儿院抱回来 你到现在 还是一个在街上流浪的小别三 你要清楚地记得 是谁把你一把屎一把尿地养大的 要明白 知恩图报这个道理 我知道了 爸爸 好了 好了 你不是说饿了吗 快去吃饭吧 我给你们盛饭去 等一等 阿凤啊 过来 你也坐下 吃饭之前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们讲 阿凤 你还记不记得那天在大华饭店 进来的那个孟队长 记得吧 你对他感觉怎么样 我没怎么注意啊 没怎么注意 那 那天在大华饭店 你跟他面对面的还握过手了 怎么叫没怎么注意 爸爸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像本啊 你别是又想着把阿凤 介绍给孟队长吧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两天啊 我一直跟孟队长在一起 我发现这个人是蛮有能力的 将来是一定能当大官的 所以呢 我想把我们家阿凤啊 介绍给他 那天不是介绍过了吗 那叫什么介绍啊 这样子啊 这两天要是有空呢 你跟爸爸到厂里去一趟 爸爸给你们啊 仔细地介绍介绍 我觉得那个人有点土 我 你真是不懂啊 那怎么叫土啊 现在北方来的土豹子是最吃香了 白府官肯定回不来了 回来我也不会去找他的 现在要找呢 就在北方来的干部里面找 这以后呢 这以后呢 你的一辈子 爸爸的下半辈子 我们家 我们厂 全都有救了 阿凤啊 妈妈倒觉得这个孟队长 人还蛮不错的 对呀 我的眼光是不会有错的 向本 那他真的能升官吗 当然啦 现在他腔调越来越好了 阿凤 要不你就听你爸爸的话 跟孟队长 先接触接触看看 听话 孟大哥 你还在工作呢 是啊 我在写工作小节呢 你看着我干什么 你看着我干什么 我今天才发现 你这个人挺会说话的 你看 你给工人做思想工作 说得多好呀 会说什么呀 我娘从小就说我嘴笨 像棉裤腰 什么什么 你不懂 这是我们山东的土豹 我们山东人 冬天都爱穿 特别厚的大棉裤 棉裤腰那块又厚又笨 所以说你嘴笨 就说你嘴笨得像棉裤腰 真有意思 你赶快回去吧 天这么晚了 没关系 我陪你一会儿 你不用陪我了 快去吧 那好吧 孟达哥 那我就回去了 孟达哥 你回去吧 我很快的 那你别工作得太晚啊 嗯 你怎么回事 我回事 你怎么回事 我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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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 祝鱼 你怎么不回家呀 是孟大哥吗 你怎么了 孟大哥 你眼睛怎么了 孟大哥 我又看见你了 太好了 周语 你怎么了 来 我没事 我们走吧 走 这么说 从你父亲出世的一片情 你的眼睛就会出现瞬间失眠 真没有想到 你居然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我从来都没有关心过你 周语 真的对不起 别这么说 孟大哥 其实你一直挺关心我的 只是我没有想到 那天见我爸爸 是最后一次 我还记得他说 第二天 他就要去公安部队工作了 你还有什么亲人吗 我妈妈也是一名地下长人 可是在我很小的时候 她对她牺牲了 周语 记住 你不是一个人 你还有很多亲人 我 三成 楼阵 刺图梅还有唐书锦 我们都是你的亲人 不要总觉得自己只有一个人 好吧 好 其实 不光是因为你这些战友 还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我认识了你 你都不要默默地放在心里一个人去承受好吗 那样太苦自己了 你可以告诉我 我们一起去面对 真的可以吗 孟大哥 当然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我娘去世的时候 是你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这些 你都还记得呀 每个人都有无助的时候 好 我希望陪在你身边的人 是我 谢谢你 孟大哥 好 好 唐先生来了 您好 司徒先生在吗 在 在 您请进 来 吃点水果吧 别只顾着下棋聊天的 谢谢 让您费心了 唐先生 我们家阿梅呀 她有时候不太懂事情 一定给你惹了不少麻烦吧 伯母啊 你过分担心了 她这个人非常要强 从来不给别人添麻烦 有理想 也有追求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都是南下干部纵队的 我是她的大队长 司徒梅这个人很能吃苦 我没有想到她是个上海人 更没有想到 她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 司徒望平先生 这个身份给她带来很大的痛快 你们能跟我说说 司徒梅当兵之前的事情吗 我就是想对她多了解一些 郑总好 您两位请留步 对吧 好 再见 再见 有空常来家里玩啊 一定 走了 走 哎 这位唐先生啊 人真不错 有学师 有教雅 不像我们家这个隔离者 一开后全是大道路 你有没有觉得 她对我们家的女儿有点意思 是吗 不行 不行 在这个问题上啊 做父亲的往往就比较迟钝 我看得出来 她呀 一定是喜欢我们家阿梅的 她要不然 打听阿梅的情况干什么呀 你说是不是啊 你这么一说 好像还真有这么点意思了 哎呀 哎呀 可奇就是年纪大了点啊 年纪大点怕什么呀 我们家阿梅不懂事儿 找个年纪大点的 好管得住她呀 嗯 有道理 莫思远 司徒梅 好久没见了 是啊 工作顺利吗 还不错 你的精神很好 听说你前段时间感冒了 嗯 看来恢复得还不错吧 感冒 小事一桩 做不了什么 哎 莫思远 我想继续报名参加南下 什么 你还不知道吧 中央组织南下服务团 在上海大学里边招收大学生 到四川福建那边参加新区建设 需要南下干母带队 我想报名 你怎么还要走啊 为什么不走呢 司徒梅 你的家在上海 而且你在团委工作 这一切不都很好吗 而且才刚开始 你为什么还要走啊 正是因为我家在上海 我才不愿意在这儿待着 我不愿意给我爱你的生活 再说了 革命者就是要不断前进的嘛 你 你真的要走啊 你没跟我开玩笑吧 谁跟你开玩笑啊 那唐书记知道吗 干吗让他知道呢 我不跟你说了 我还要去大学里动员呢 我先走了 思远 你怎么来了 你真的要报名啊 那我还能骗你吗 司徒梅 你为什么要走啊 难道上海的天地还不够大吗 我就是不想停下来 要继续革命 我真的搞不明啊 难道留在上海这不能革命啊 要革命就要不断地走吗 除了革命 你总得想点别的什么吧 比如你的父母 比如你 不要跟我提我的家人 就是因为他们我才要走的 为什么 思远 你可能都不能想象 像我这样的人 你有软弱的时候吧 前一阵 我们部队刚刚进驻上海 我回了一趟家 这些年我第一次回家 看着我熟悉的家 看着我自己住过的房间 我都不能相信 我在那个房间 曾经生活了十几年 这很正常啊 我一样也要生活了 二十几年的家乡啊 那不一样 你是我的朋友 我不瞒你 我坐在我自己熟悉的房间里 有那么一转 我真的想重新住回去 这我能理解 毕竟你在那里生活过 那里有你成长的记忆 前几天我又回家看父母了 在家里吃了我以前 最喜欢吃的饭菜 从家里出来回部队的路上 我就一路在想 难道我的革命一直动摇了吗 我以前偷偷从家 跑出来参加革命 我以为我已经背叛了那个家 背叛了过去剥削阶级的生活了 可是一回到那个家 看着这些年 父母老了那么多 我发现我还是很留恋他们的 很留恋那个家 我不能这样 所以我一定要走 我得离开上海 离开他们 你爱你的父母 爱你的家庭 这有什么错吗 而且他们也没有影响到你的革命啊 革命者也应该有正常的人情人性 有正常的家庭 正常的生活 思源 你忘了那句话了 无产阶级应该首先解放全人类 然后才能解放自己 我不能那样做 我必须要走 我决心已定了 霖霖啊 你不好报名的 不是 你不能离开我们呀 不是 来 我回家 不是 来 我回家 回家 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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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爸妈 童子 我们俩就这么一个独样女儿 她不能离开上海的 是 我求求你们 求求你们让她跟我们回家吧 实际上这个事啊 阿姨啊 叔叔你听我说啊 我们这次报名呢 是纯自愿的 如果张丽不愿意的话 没有人强迫她 张丽 自己给父母说 我坚决报名 奶奶 你这么忍心离开我们吗 奶奶 你同样都没吃过苦 你受得了呢 妈 阿姨 孩子大了 总要出来工作的 干革命多好啊 可是她只是赶风头 从小根本没吃过苦 要说没吃过苦 你们该问文思同梅同志 她可是思同望平的女儿 人家都来革命了 你是思途望平的女儿 真的 是啊 思途望平的女儿 不一样能吃苦吗 你们放心吧 你们的女儿表现得非常好 她一定能成为一个 合格的革命者 那你也去吗 当然 可是咱们这一个女儿 怎么舍得呀 张丽啊 带你父母去学校看看 看看咱们激动人心的场面 跟她们好好谈谈 走吧 可是 到了学校你们可不许说落后的话 走吧 看见了吧 我在这儿每天都过得又紧张又有意义 司徒妹 就算你真的要走 也要告诉唐书记医生 征求一下她的意见 为什么我一定要告诉她呢 因为她喜欢你 你说什么呢 真的 凭我这么多年对她的了解 她真的喜欢你 告诉她一声 好吗 好 等我时间确定一下了 我就告诉她 行吗 司徒妹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了 要离开上海了 我知道 我和她住一个宿舍 你说这司徒妹也真是的 刚从北方走到上海 她还没走够啊 现在又要走 你说她要走到什么地方 才能够停下来啊 孟大哥 有一句话 我不知道该不该问你呢 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不能问的 那我问了你不许生气 我保证不生气 你是不是喜欢司徒姐 你说什么 其实我早看出来了 南下这一路上 你一直喜欢她 关心她 也许吧 曾经是有那么一点 不过现在都已经过去了 你能说出来 说明你已经放下来了 我和她之间 现在只是革命犹豫 没有别的 我真的希望 她能够找到 属于自己的幸福 并且能够去好好地珍惜她 现在唐叔叔爱她 她好像也知道 可是我真的怕她 会错失幸福 幸福有时就在我们身边 需要你去发现她 没错 工人们的要求也不能说是不合理 只是工厂现在有困难 但是可以向工人们解释清楚 我想大家是会体谅的 绝对不能隐瞒什么 实事求是的告诉大家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他们还是坚持 那这样吧 晚上我们劳资协调委员会开会 把工人代表一起叫过来 大家一起商量商量 你看如何 好的好的好的 老宋在这里啊 孙老板 是这样的 工人要求补发工资 我和沐队长正在商量这件事情呢 好 孙老板 工人们的要求也不是不合理 只是现在工厂的情况 如果一次性补发 的确是有困难 所以我跟宋经理商量了一下 准备晚上开个劳资协调会 争取工人们体量 先补发三个月 其他的条件允许尽快补齐 好的好的 阿凤啊 来来来 孟队长 你有事先忙着 孙老板 我到车间去看看 好的好的 我来介绍一下 我认识他 这不是你女儿吗 对对对 你看看我这个记性 孟队长啊 我今天来呢 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你看啊 阿凤他们剧团啊 最近没有什么戏牌 他可是满阶阶的 响应政府的号召 卫生产出把力 想到工厂里来帮他 帮忙 你看怎么样 好 孙小姐想来工厂工作啊 人家现在不是小姐了 是同志了 不过车间里的事情呢 他是做不来的 读读写写还是可以的 他想到孟队长的身边 做秘书好不好 可我不需要秘书 那 那 那就到个边 厂部办公室当秘书 宋经理一个人也是太忙了 好 这是你的工厂 你是老板 你订吧 好的好的好的 那就奖金了啊 你在个边 个边里这里呢 也就是一强之隔 自己脑子糊落一点 耳朵听听 孟队长这里有什么事情 快点过来帮忙 另外啊 再跟孟队长 学点国家的政策 那以后还请孟队长 多多指教了 孟师爷 怎么会这样 司徒梅 你怎么来了 孟队长 有客人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好 好好好 走 行啊你 坐上资本家的办公室了 小心别拉下水 你真能跟我开玩笑 坐 好 你这个大忙人 怎么今天有时间了 我想念革命战友了呗 周遇呢 他去车间了 思雨 我是来告诉你 定了 什么定了 你看你 一点都不关系革命战友 我继续南下的事啊 领导批准了 他们倒不想批准呢 可是也耐不住我死缠烂打呀 你想想看 我怎么可能不去呢 那么多学生 都是以我为榜样报名的 结果他们走了 我留在上海了 这怎么可以呀 那你跟家里说过了吗 还没说呢 那唐书记呢 你看你怎么又来了 司徒梅 孟大哥 周遇 司徒梅来了 司徒姐 你怎么来了 刚才还跟她问起你呢 那边那么忙 怎么有空到这儿来呀 你看你们俩呀 问我的问题 都是一模一样的 哪有啊 你们先聊着 我去里面查个资料啊 好 司徒梅 这么说你一定要走啊 对啊 可就算真的要走 也应该先征求一份 唐书记的意见 不能什么定了再通知她呀 还有你家里面 这有什么区别吗 这当然有区别 司徒 其实我是不知道 怎么跟唐书记开口 对我父母还好一点 我妈妈跟我哭一下 也就医了我了 跟她我真不知道 怎么说这个事 要不你去替我说吧 这种事怎么能我替你去说呢 真有点怕对她开口啊 你怕什么 怕她不同意 也不是 她同意或者不同意 我都没想过 那你怕什么 我也说不清楚 就是有点怕 我来听你说吧 你喜欢她 你怕伤害她对吗 你爱上了唐书记 所以你不想去伤害她 司徒妹 你为什么就不承认呢 爱上自己的革命战友 就那么丢人吗 其实唐书记早就爱上了你 你也爱上了她 那你为什么还要走 为什么还要跑掉呢 我承认 有的时候我很矛盾 又想见她 又想躲着她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爱情 就算是 她也就是儿女私情 思雨 你说一个革命者 怎么能为了儿女私情 影响革命工作呢 司徒妹 唐书记是个好同志 他爱你 他需要你 如果你离开她 伤害了她 你会错过你一生的幸福的 留下来吧 和唐书记在一起 不行 我不能留下 我一定要走 留在上海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你不帮我没关系 我可以自己去跟大叔 我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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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在这儿站着干什么 有事啊 进来吧 今天怎么这么老实 不会闯什么祸了吧 我可听你们团委的人说 这段时间 你在大学里开展工作 那是如鱼得水呀 是不是高兴得 连面都不想照了 来 坐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唐书记 我来是要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啊 我要走了 走 去哪儿啊 我报名参加了南下服务团 马上要去福建了 唐书记 我去哪儿 感谢您一直对我的关心和照顾 我到了那边一定会好好工作的 为什么要走啊 连个招呼都不大 而且 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这件事吗 难道这儿 难道这里 就没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 比如说你团委的工作 父母亲 还有 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难道 你一点儿都不留恋 会有新工作等着我的 可是我希望你留在上海 这里刚刚解放情况非常复杂 我非常希望你能够留下来 帮助我一块儿做你父亲的工作 这对我来讲 很重要 你不希望我走 不希望 组织上已经批准了 这么说 一切都已经定下来了 我只能 接受这个结果 你什么时候走 后天一早 这么快 起訴 有 还是没有 有 有很重要的位置 所以我才要走 就因为位置很重要 你就想离开我 我做不到你想要的 我必须离开 你知道 我想要什么吗 唐书记 谢谢你 好好照顾自己吧 我走了 再见 站住 那支笔 还戴在身上啊 有空的时候 用它给你父母写写信 如果想起我了 也可以给我写写信 我很希望知道 你那边的生活 和工作的情况 一切更理想 否则 你不想我 怎么会 你这么多好 是吗 唐书记 你要的两份文件 你放这儿吧 唐书记 你没事吧 你脸色看上去很不好 我没事 我没事 你去吧 我刚才在走廊上看到司徒梅同志了 她眼圈有些红 那我先去了 我未经许可,不得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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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书记 会马上要开了 他回去 四渡梅 四渡梅 四渊 小心 我还以为没有人来送我了呢 怎么会没人来呢 陈部长 三城楼镇他们本来都要来的 只是临时有个会要开 四渡梅 既然要走 就安心走吧 到了那边写个信会了 自己多保重啊 四渊 我走了以后拜托你一件事 你去跟唐书记说 让他找一个适合他的 他确实需要一个家 你真的想他这样 四渡梅 四渡梅 如果他真的去找了 那就说明我们不合适 不 爱情是不能这样考验的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很希望他幸福 你呀 我真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 好吧 你就放心走吧 唐书记会处理好自己的事情的 是 谢谢 来 有 求大家求大同存小益 劳资双方团结一致 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是是是 孙老板 政府对你这段时间的表现 很满意 希望你接下来能够和政府 继续好好地合作 一定的 为上海的经济复苏 做出贡献 是的 是的 一定 一定的 那告辞了 好 唐书记 厂里在美丽华大酒店 订了包房 一起吃个饭吧 他叫阿凤 是厂里的秘书 不必客气了 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只是略备了点薄酒 聊表谢意 没有共产党和工作署 我这个厂子早就倒闭了 孙老板 如果是真心实意地 感谢政府的支持 那你们就好好地工作 努力生产吧 好 四眼 我们走了 好 好 再见 四眼 这家厂子的生产 基本恢复了正常 多段时间 驱离研究决定之后 可能就会把你们抽回去了 不送组织安排 你也别送了 我们还得赶紧赶动 再去多看几家厂子 现在市场压力太大了 唐书记 有事啊 你怎么说话也变得吞吞吐吐了 有事儿说 司徒梅走的时候 我去送她了 她给你留话了 唐书记 您不想听啊 四眼 司徒梅已经走了 我们不说她了 我去 我去 小医生 我去 这个小医生 是个小医生 我去 小医生 我去 你去 小医生 你去 你去 那我去 你去 你去 我去 我去 你去 你去 姿色很不好 要不然歇一会儿吧 我去吧 你脚上几个泡了 五个 钟队长说五子登科了 我都八个了 以前起的都磨破了 钟队长说等时间长了解紧了 就不怕磨了 钟队长 你回来了 你的破我们都给你破好了 你快过去坐吧 谢谢 钟队长 你怎么了 钟队长 你怎么了 怎么这么冷啊 有被子吗 快给我盖上 还是冷 还有被子吗 поехし 你那 ropes 你怎么不干这么多被子呢 钟队长 你感觉好点了吗 天哪 昨晚吓死人了 怎么了 你还说呢 这些被子呀 可都是你自己要的 我自己要的 你得了瘧疾 盖了三长辈子呀 还只嚷嚷着冷 是吗 我现在已经好了 咱们今天能处理 钟内长 咱不走了 不走了 我今天陪着你 咱们去县尼医院看病去 开什么玩笑 我现在已经好了 可以走了 你不了解这病 您现在是烧退了 可一会儿 他会再发起来的 现在各支队伍里 都没有治瘧疾的药 所以必须得 把你送到医院去 不可能 我不去医院 没有药 我们可以想办法 钟内长 瘧疾是大病 可不是闹着玩的 就算是有药 我这水瓶也治不了 我们必须要去医院 我不去 你听说过打个摆子 就离开部队的吗 说是东西吧 我们要出发了 钟队长 钟队长 你歇会儿吧 去给我找一件衣服 不太冷了 再去找一件 小王 再找件衣服 不 大队长 这位就是司徒梅董事 我知道了 你们放心吧 就把他交给我们地方上吧 我已经向华东菊汇报过了 华东菊会派人来借他的 这几天 你们都飞机了 没问题 卫生员 到 在来人借他之前 钟队长就交给你了 我们就要出发了 你放心吧 弹队长 好 唐志倩 什么 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方 知道了 知道了 我们会马上派人把他接回来 小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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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了 我喊你半天停不见 你不是让我去 我想起来了 跟办公室说好了是吗 是 你现在跟我走 怎么了唐书剑 开会要迟到了吗 不会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抓紧 开会还有别的事情 我一块把文件送过去 唐书记 卫生员 钟队长 一起把我的军装拿过来 你也收拾一下 咱们马上就出发 一定能赶上大部队 钟队长追不上了 大队已经出发一天了 再说您现在只是短暂的退烧 一会儿还会再烧上去的 我已经通知了上海方面 他们马上就会派人来 接你去大医院治疗 你不想南下了是不是 你想回上海是不是 要回你自己回 我还有南下呢 去把我的军装拿过来 你的病还没好呢 你不能走 钟队长 你们去不去拿 不能走 你们不拿我就回这边走 钟队长 你们别拦住我 别拦住我 钟队长 别拦住我 钟队长 童子 童子 你不能走 你这样冲出去很危险呢 钟队长 你真的不能再南下了 出去吧 出去吧 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我们去哪儿了 司徒妹同志 参加南下工作团 病在外头上 现在在医院 我们必须要赶过去把她接回来 开快一点 好的 同志 医生办公室在什么地方 在那边呢 好 谢谢啊 司徒妹同志 得的是瘧疾 昨天晚上刚刚找到了奎宁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就是经过这几天的折腾 身体很虚弱 她现在这种情况 马上回上海应该没问题吧 只要不再发烧的时候 就应该没有问题 带回上海也好 毕竟这儿的医疗条件还是太差 就这一点奎宁 还是找了好几个医院才找到的 哦 司徒妹的病房就在这儿 好 唐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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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在这儿 唐主席 已经不少了 没关系 我问过医生了 你很快就会好起来 只是需要回到上海之后 再稳定地治疗一段时间 放心吧 用不了多久 你就还可以像过去一样 每天高高兴兴地 唤不乱掉 你是来接我的吗 对啊 对啊 我是专门来接你的 唐主席 我这次真的成了调队的兵了 我是不是很差劲呢 不 你很坚强 但是再坚强的战士 也是需要休息的 只有修整好了以后 才可以继续上路 我坚持要离开上海 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傻姑娘 我要是真生你的气 就不来接你了 你知道吗 这几天我老梦见你 是吗 你都梦到我什么 梦见你每天骂我 怪我 怪我离开你 好了 先不要想那么多了 眼下最重要的是 要赶快把身体养好 懂吗 不 你能看他吗 好 梦队长 对对对 梦队长 梦队长 曹老板 梦队长啊 你怎么可以像工人一样做苦力呢 没事 你家里 没事 不不 孟队长 我是有事情要跟你商量 什么事 孟队长啊 这个这个我呀 我想弄点面粉到市场上去 什么 卖点钱回来 一来呢 是为生产之旧做点贡献 二来呢 也可以给工人家里的 饭桌上面多加两个小菜 好好 还有呢 这个你晓得的 自从复工到现在 我们厂里生产的产品 统统以平价 卖给政府指定的粮占 再加上发给工人的工钱 剩下的利润 都就是毛毛鱼了 有道理 说下去 你晓得 开工厂就是为了赚钱 对不对 不赚钱开什么工厂啊 所以孟队长呢 麻烦你啊 通融通融 波罗罗罗罗Х 孙老板 你的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 这纸手从国家那儿 拿来优惠贷款和平价原谅 那只手把你的产品 到这一市场卖出去 上海话怎么说来着 门口满经的嘛 我的意思 是 是那个那个 我知道 在商严商 mmm 可是当你连生存 都没法生存的时候 你怎么去赚钱 孙老板 上海的经济还很困难 是国家扶持你开工 让你生存下去的 你可不能翻脸不认人啊 我不翻脸 不翻脸 孙老板 你是个聪明人 千万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是是是 就当我没有讲过 没有讲过这话啊 算了 你知道孙老板有这种 卖黑市的想法吗 人家是老板 我哪里晓得呀 可你是负责生产的呀 我再次提醒你 绝不允许发生工厂里的面粉 流露到黑市上去的情况 我知道了 一旦发生 我们将向政府汇报 不但你们的评价原谅没有了 还要受到政府的惩罚 知道了 知道了 我会的 孟队长 请用茶 谢谢你孙秘书 以后喝茶会自己来的 你不用送了 孟队长客气了 宋经理 对 每次的进苦单和出苦单都要保存好 以备工作队检查 一定 一定 好 就到这儿吧 好的 孟队长 时间不早了 你也该吃饭了 好 我走了 好 走 好 走 走走走 不简单嘛 还懂得出苦单入苦单 像模像样的 那还不是因为你这个老师教得好啊 藏什么呢 你的饭 我帮你打开了 好啊 正好 我还真有点饿了 来 快吃点吃 今天怎么这么多菜呀 厂子里这个月超产了 孙老板大发慈悲呢 这 这红烧肉也太多块了吧 他这慈悲发得也太大了 什么呀 是我的那份没吃都给你了 那你吃什么呀 我已经吃饱了 你吃吧 我就喜欢看见你吃 吃吧 吃吧 累了就靠一会儿吧 没关系 靠吧 来 开慢一点 好 你老这么看着我 我哪吃得下去啊 对了 穆大哥 上海有条路叫福州路 是文化街 有空我们可以去逛逛 买点书回来 好啊 我正好想买本宋词 你喜欢宋词呀 尤其喜欢苏东坡 我倒是喜欢 一安居士李清照的词 好 每天咱们一块吃 说到宋词 我倒是想起一个人的词了 谁啊 穆斯远的 我的 谁啊 喜尽三千尘河土 明朝又难下 你还让不让人吃饭了你 喝 你还有这两下子呢 这个跟谁写的呀 过去打仗的时候 跟济南的一个城市兵学的 我忽然间发现 你不像一个领导啊 那像什么 就像个普通人 是吗 谢谢 为什么 谢谢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你这样 唐书记 别老唐书记唐书记的 随便打 那我关你叫什么呀 叫什么都可以 要不干脆你就叫至仙 至仙 过去啊 也有很多人说我不像 不像什么呀 不像个少爷啊 事事都要自己动手 就像穷人家的孩子一样 我也是 而且我个性很强 从小大人们就说我脑子有反骨 我也是 后来参加了革命 几乎没有人能够看得出 我身上阶级的烙印 因为我已经彻底地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我也是我也是 你怎么老是我也是我也是的 因为你说了你那么多的事 我也跟你一样啊 所以我说我也是 你要是不说我也不知道 看起来 你真是好很多了 跟你聊聊天 心情是好了点 这么说 我也是一副医病的良药啊 啊 哈哈哈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